上一集和你們看完沙田第一城的兩房 今次就看三房了 現在來到8座中層APP室 喵家是650萬的三房單位 第一城有個神奇之處 就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尺數 竟然可以開到三間房 這個單位的實用面積只是451呎 對比時下的室盤 這個尺數最多就是兩房 這裡可以隔到三房之餘 客廳仍然非常大 剛才我打開門口已經覺得很有驚喜了 這個客廳就是採用女字型客廳的設計 其實是非常大的 飯廳這個位置可以放到不止四人餐桌 再大一點也可以 入屋這個位置還可以放一組小鞋櫃 而且一個驚喜的就是這個位置 在一條縫道還可以看到城門河景 其實也挺開揚的 可能你會說 四百五十多呎 選到三間房 三間房應該超小的 我跟你說 真的不是 還有一間房也有窗 我們進來其中一間 因為這個採風度拍到我最美 所以先看這間房 就是一個長期的設計 我覺得是一個房間 都可以放到雙人床之餘 還可以放到椅櫃 這個東西真是大瘋了 四百五十一尺 隔到三間房 就是非常之有驚喜 而且上來還可以看到何景 這個也是非常之不錯 這個單位的面積 對於一家四口來說 我都覺得仍然非常之夠住 非常之有空間 但是裝修上老實說 靚裝就一定不是的 正常了 所以對於一些家居設計 有要求的人來說 看來也要裝修一下 看回同類型單位成交 就在11月 是10座低層F室 以618萬成交 而這個單位 叫價就是650萬 為存於中層 看來還有少許意加空間 至於之前 我都看過你們在下面留言 就說我帶你們看的部分 木園樓都偏大 但是擔心未必做到長年期的按揭 而之前我都在其他影片中解釋過了 銀行在區核按揭時 都會視乎人令和樓齡 而當中 錄影的規模越大 優勢就當然是越大了 但是最重要 都要視乎你們的預算 好 今天看樓就來到這裏 你想我下次帶你們看什麼公園 記得留言告訴我 最後當然記得 comment和subscribe 我來boxmy的youtube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